大家好,还有两天就是中国新年了 中国新年有四大讲究 下面听我来说一下 第一,此年夜饭前先祭奠祖宗 忽悠心的一年,算礼平安 第二,出家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年 民间说,女儿在娘家过年 对娘家兄弟不利 第三,大门斧子要正贴 酒缸水缸斧子要倒贴 这样斧器不会倒出来 第四,年夜饭要多做 剩菜剩饭留初一吃 寓意年年有余 得就是大年初一补杀生 第五,大年初一撒残桃 不扫地,不倒垃圾,不泼脏水 因为台山爷降临,怕把台山爷赶走 第六,大年初一不干活 俗话说,初一就干活,一年白忙活 第七,大年初一不干活 第七,大年初一不做沾线活 所做沾线活 容易遭业是非和口食 第八,初夕要守夜 十二点前不能睡觉 点藏明灯 说是能驱走血恶和瘟疑 一过十二点 就开始煮饺子放鞭炮 吃完饺子开始 挨家给脏骨拜年万好 寓意平平安安 第九,尽量小心 别打破碗碟等东西 说话也要小心 万一打破,赶紧说岁岁平安 因为怕破了愿 第十,年初一不互相借钱 初一就借钱 一年四季靠外愿 这些中国新年礼仪 都是为兔激励 兔来年有个好灶头 能够一年平平安安 散散丽丽 祝大家兔年几行 谢谢观看 下次再见